大一个朱之文从星光大到一举成名后,发展一直都非常的好,朴实低调的性格十分讨观众们喜欢,他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草根明星,因此他的私生活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热点之一。 其实,一业成名后的朱之文,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变化,没有想象中的穿金带银,更没有想象中的豪车别墅,依旧本分的待在农村,房子也只是简单的装修了一下,也许是因为文化水平的原因,导致朱之文更喜欢也更适合在农村生活。 而且朱之文还有两个孩子,一男一女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,如今大一哥正在为他们的婚事发愁,到处张罗着为他们征婚,大一哥的女儿相信大家也看过,颜值非常的一般,而且还长得非常胖,这副模样还是不怎么讨人喜欢的。 但女孩子还是比较容易嫁出去的,目前,朱之文最担心的就是他这个儿子了,因为他初中都没有读完,不思进去,还爱打游戏,性格还十分内向,导致很多女孩都不愿意嫁给他。 不过随着朱之文的成名,也改变了他儿子的一生,这不,最近朱之文就找了不少网红,希望他们在直播间中为他儿子相亲,没想到效果还不错。 有众多漂亮女孩报名,但大一哥也知道儿子的条件,所以对于儿媳妇的要求也不高,据说只要是个老实人就行,但这种条件对于成名后的朱之文来说有些困难了,果然网络的力量的确强大,近段时间陆续有人不远见你,挤破头皮的来到朱之文讲,什么类型的都有,而今天要讲的这位,就是其中比较优秀的一位美女了。 从照片上来看女孩还是十分时尚的,穿衣打扮都不错,头发也刻意成理过,身材也中规中矩,可惜没有高清的正脸照,但大家从侧面就可以看出,其实这位女孩长相神似张娜娜。 大一哥对于这位美女还是十分满意的,非常热情地招待了他,可惜大一哥儿子貌似不满意,一直对这位女孩不理不睬,见面相亲完之后,他也没有出来送送这位女孩,可见应该是没有看得上。 说实话,大一哥想找个儿媳妇挺简单,毕竟自己有钱又有名气,可他儿子相对来说比普通人要差一点,他在挑剔别人,别人也在挑剔他,自己喜欢的别人不喜欢,别人喜欢的他又不喜欢,所以导致他想了这么多自亲,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的原因。